从中国骑摩托车摩旅欧洲 现在到了第九个国家丹麦 这里是安徒生的故乡 后面就是安徒生博物馆 准备进去逛一逛 这边街头居然还有中文标识 安徒生博物馆 安徒生童年故居 这边是买票的地方 成人价格是165克朗 台标的有中文 两个人 两个人330 看这是啥 这是讲解耳机 而且讲解的有中文的 这个博物馆挺有意思的 我以为会是一些雕像什么的 一些模型什么的 没想到是这种 它里边有好多个这种屏幕 然后屏幕里边放着一些动画 它配的这个耳机 就是你走到相对应的 这个故事这里 然后它的耳机里边就会放音乐 就会给你讲解这个故事 还挺有意思的 你看都是这种 站在这里 然后它这个耳机就开始讲这个故事 整个展馆里面就是这种螺旋状的 然后就是沿着这个螺旋状的这个地方走 走到一个地方就开始讲安徒生的故事 基本上讲述了他的一生 这会儿逛完这个博物馆了 准备继续出发 今天要去哥本哈根 给大家说一下我接下来的路线吧 到了哥本哈根呢 之后去德国 德国的汉堡 再往过走去荷兰 比利时 巴黎 到了巴黎之后呢 再往这边走 卢森堡 再到德国的这一块 转一下 然后去瑞士 去了瑞士之后 去意大利 罗马 再往上走 走到这里 奥地利 然后在这一片 转一下 然后就慢慢往回走了 回国了 我们的欧洲签证时间 还剩一个半月 然后呢 今天已经是8月7号了 我估计10月份 这边的天气 就骑不了摩托车了 我俩还得赶着10月份回去 好多朋友建议我 多拍一些当地的人文 朋友们 拍人文需要时间 我在这个地方多待一天 我就要多花一千块钱 其实大多数人出来旅游 也就是走马观花的 看一看 你想要了解 一个地方的人文 这个是需要时间和金钱 来支撑的 看一下丹麦街头的建筑风格 这是一个教堂 这边的电轨 这边好多房屋用的 都是这种红砖建设的 这边街上有很多骑自行车的 特别特别多 看满大街都是骑自行车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城市 这算是我目前到欧洲最喜欢的一个城市了 就没有那么冷清 比较有人间烟火味 然后整个城市也挺整洁干净 关键是感觉挺安全的 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人 看这边有多少骑自行车的人 全是骑自行车的 这个车车有创意 看一下 这个车车 前面这是一个婴儿车 挺好 突然就下雨了 几百米给我淋的焦透 我这会儿好想把洗发水拿出来洗个头啊 这个雨下得爽 关键是这边下雨 就算淋湿了 它不冷 在冰岛的时候 每天下雨 淋了雨之后特别特别冷 啊 算了 还是躲下雨吧 这会儿这个雨下得着实有点大 我去 到底是哪个渣篮在发誓 别瞎发誓啊 这个雷打的 等到天边月亮入睡 等到姑娘把口线揉碎 等到我把心儿唱碎 等到你隐形却 过了一个十几公里的车 收费 一百四十五 几个咱们中国的摩友啊 都是在这边定居的 对对对 然后你们这边有一个摩托车俱乐部 对我们有个小团队 一个小团队 有多少 有多少人 刚刚有几台吧 十台 十台 十台车 然后全都是中国人 对对对 都是在丹麦这边常待的 对啊 他们看我的视频 然后联系着我 说我要到哥本哈根的话 他们来接我 从哥本哈根出来 跑了一百公里 对对对 一百公里过来 跑了一百公里 专门在这个 加油站这边等我 然后这会儿 我们在一起往那个 哥本哈根走 到了吃饭的地方 这边是一个中餐厅 牡丹会 东北菜 他们俱乐部又来了几个人 上菜 已经上菜 感谢各位大佬 感谢各位大佬 以茶代酒 以茶代酒 丹麦的法律 居然允许喝酒 开车 可以喝一杯是吧 没有超过0.5%的话 没关系 那还是喝酒的话 最好不要动车 今天吃完饭 已经是十点多了 我们本来打算找个 房车营地露营 结果找了两个 他们都是太晚了 关门了 然后俱乐部的大哥 把我们带到他们家来了 他们家空了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小孩的玩乐间 这个地方是空着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打地铺 带你们看一下丹麦的住宿 有多贵 哥本哈根的住宿 都在两千多 三千多 四千多 七千多 住不起 压根住不起 其实我对这种大城市 真的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我个人更爱自然风景啊 飘飘特别想来看一下 哥本哈根大学 所以我们就到哥本哈根来了 明天陪飘飘去哥本哈根大学 转一圈 接下来就往德国走了 再往那边走 物价就会低一些了 住宿费呀 消费要低一些了 但是呢 小偷会更多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也算是发个视频 给大家报一下平安吧 不然老是有一些粉丝担心啊 我们下期视频见